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又來弄髮 因為距離上次來弄髮已經隔了差不多三個月了 上次又弄了一個非常紅的髮型 可以看回這段影片 本身沒有想著弄好其他的顏色 但剛才Zisun就跟我說 今年也有個挺流行的顏色 就叫我試一下 可以做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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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實在 當然是要飄頭 所以 我又要再飄了 希望這次非常成功 因為我頭髮已經爛到不得了 既然都弄了 既然都弄了 就弄下去了 所以呢 現在就飄頭 所以今天會驗的顏色 將會是 大家應該近期有看過I.U. 她的頭髮不是 又紫又藍 類似是會驗那一隻 Ash的系列 但這次又會驗藍色 但基於我的頭髮太難上色的關係 雖然剛才發言師有給我顏色的版本看 但因為出來的顏色 沒可能完全一樣 所以我也不知道會變成什麼顏色 都好 沒整個藍色 這次都頗期待 在飄頭 然後我只是飄頭頂髮筋的部分 因為下面已經飄過無數次的關係 所以就沒有飄了 然後粉絲還幫我噴了營養液 所以現在有點濕濕的 超白 還要等多一會 超白 不過你看這裡也是黃 這個是最後一次的漂頭髮 好久沒試過漂到這樣 我來了美容室已經三個多小時 終於漂不發現在中間了 我喝不著要去洗手 終於現在要上吃了 終於現在要上吃了 我等了三個小時 就變成這個顏色 沒錯 因為待會上的顏色 是要比較夢幻 要比較顏色 總之要底部很淺色才可以上 所以 有這次漂得很淺色 超級漂亮 這個顏色 但是我覺得 有錯錯了 它變了一個 變變深藍 然後慢慢 變灰藍 因為我遇到洗頭之後 又會掉色 所以掉完的顏色就會變成這個顏色 應該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 其實我是想著 不會洗頭的 因為真的沒辦法 真的漂得不辛苦 一八點 我剛才一點來了 我只要七個小時 在日光之下 就是這個顏色 很漂亮 這個灰藍 真的 很喜歡它 原來我頭很藍 現在才知道 我昨天以為是好心吃的 我很快就回香港了 我聽聞說 現在香港是很難買口罩的 所以 我特意在韓國 買了一些口罩 打算送給大家 那 我需要這隻 口罩 我上網找過 是醫院用的口罩 一盒裡面有五十個 我會把這些口罩 全部運到香港 好 我回到香港了 因為我知道 香港 聽說是很難找口罩 所以 我就特意在韓國 帶了口罩回來 那我IG已經 抽了幾位朋友 所以現在就等著 各位朋友過來 然後我就把 這份禮物送給他們 那 希望我有一點心意 在這時候 都不知道可以有什麼 為大家做 我覺得 既然口罩都很輕 所以我就拿了結合給大家 那大家快點來了 因為剛才太興奮 看到各位 所以我完全忘記了VLOG 所以剛剛收到口罩的各位朋友 你們就會出現在我VLOG 因為剛才太興奮 看到各位 所以我完全忘記了VLOG 所以剛剛收到口罩的各位朋友 你們就會出現在我VLOG 真的 好可怕 我第一次看到我掉這麼多頭髮 大家有發色彩給我看 可是我真的要忍住一個禮物不洗頭 我之後洗頭的會是22號 今天是18號 然後她昨天洗了頭 然後她下次要到22號才能洗頭 21號又一起出國 21號頭會超臭 大家不用擔心 Mira說她會戴帽子 還好Mira現在是在冬天的時候染頭髮 如果是夏天的話 就流汗就會很不舒服 對真的 所以夏天我不知道怎麼辦 你看呢 可樂就是醬子的人 她是要PO這一張 她剛剛自己叫我PO的 不要陷害你PO你就要PO嗎 怎麼這樣子 好那不要 那不要 沒有我覺得一次都很可愛 我覺得可以 我一次都很可愛 香港的POQ就到這邊囉 也太快了吧 就結束了嗎 Good 好那如果喜歡今天Mira的影片呢 記得要給個LIKE 然後訂閱Mira的頻道 然後加入Mira的私密粉絲團 因為裡面會有很多好康 那就這樣說 再見 拜拜 拜拜 好棒 好棒 好好的 好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